睡姿与心脏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尤其对于心脏功能及血液循环的影响 不同的睡姿会对心脏施加不同的压力 影响心脏的健康 很多人会因为左侧睡而感到心脏不舒服 而很担心自己有心脏疾病 其实因为心脏是位于中间偏左 若是靠左侧睡 心脏会比较靠近体表 就会容易感受到心脏 以及与平常不同的感觉 事实上不论是左侧睡或是右侧睡 只要是舒服的睡姿都是好的 和心脏病比较相关的睡姿应该是端坐呼吸 也就是需要坐姿或者是头高半卧的状态 才能够入睡 根据统计65%的人习惯测睡 30%习惯养睡 5%的人习惯趴睡 睡姿会不会影响健康 最重要的是睡得好 美国心脏协会也把睡眠列为人生八大事之一 良好的睡眠习惯不仅对心脏健康很重要 对整体健康也很重要 心脏和睡眠关系非常密切 但心脏病患的睡眠问题主要是打呼 呼吸睡眠中止所引起的心率不整缺氧等 进而影响心脏功能及心脏病 左睡 右睡并非问题 而对于有心脏输血功能不足 心脏衰竭的病人 背躺的睡可能会恶化肺水肿 尤其夜间醒来会呼吸急促人 就有必要加高枕头的高度 而事实上 枕头要有多高才能呼吸顺畅 以及体重 脚踝肿大程度等简单数据 对衡量心脏病的进展都很有帮助 正常的睡眠对身体一定是有正面的好处 然而心脏功能不好 甚至是心脏衰竭的病人 睡眠的姿势却常常是一大挑战 由于心脏功能衰退 心脏不容易将血液输送至全身器官 造成肺部内的液体量增加 占据气体交换的容金 关于睡肢对健康的影响 其实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比较常见的像是 呼吸睡眠中止症的病人 其实侧躺是对他们只有帮助的 因为侧躺的时候 能够比较避免呼吸道的塌陷 对呼吸会比较有帮忙 睡肢与健康之间的关联性 是复杂且多层面的 不同的睡肢不仅影响睡眠质量 还会对脊椎关节 呼吸心脏和消化系统 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2022年 荷兰团队的研究 如果是向右躺的时候 因为这是我们的奔门 这是我们的胃 如果向右躺的时候 胃会在上面 奔门在下面 胃酸容易起来 反之如果向左边躺的时候 奔门在上面 胃在下面 所以这个时候 胃酸不容易到食道过来 所以会适当地减轻一下 胃食道逆流的症状 后续好几个研究也都证明了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病人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应该尽量向左侧躺 而不是向右侧躺 像对胃食道逆流 可以减轻在半夜的时候的不舒服 对于容易在晚上发作 这个胃食道逆流的民众来说 那左侧躺的一个睡姿 是比较容易这个避免 在夜间发作的一个情况 那原因是因为在左侧躺的时候 我们胃的水平高度 是在食道的下方 那所以这个重力的一个原理 导致这个胃酸的一个逆流的机会 就大幅的降低 医师认为长时间睡眠 也不会一直维持相同的姿势 国际上过去曾有一些 针对左睡右睡的小规模研究 但并没有大规模的研究 一切至今也无法定论 近年来主力研究方向 都是心脏与睡眠的关系 目前现有的证据而言 最好的睡姿 就是自己喜欢的睡姿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